- 結束了嗎? - 結束了嗎? - 結束了嗎? -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重口會開房間 - 沒有整理的房間 - 有啊! - 請寶宏哥run一下這個房間 - 像我像工廠的倉庫 - 沒有你看這邊已經請整理師來整理了 - 整理師好誰啊? - 誰啊? - 不是,他們是業配沒有跟我收錢 - 我跟你講 - 他們是業配喔? - 對,但其實呢他們是可以幫我整理好的 - 只是因為這邊很多衣服我都要穿 - 所以他們沒辦法丟掉 - 因為不然他們想要把這全部都男士丟 - 他要問他怎麼問你 - 他當下 - 這邊是要賣的 - 所以我叫他們那邊不要動 - 那會幹嘛來整理啊? - 你叫他不要動他幹嘛整理? - 第一題話是奧克蘭的小朋友 - 他說他男友是個超級的絲襪控 - 時常要我穿絲襪給他拍照 - 然後也要給他問 - 前段時間的時候男友就跟我說他想要我的絲襪 - 然後我當時也沒多想,我就給他了 - 結果前幾天我跟他出去的時候,他說要去送貨 - 我才發現原來他把我的絲襪 - 拿去我網路上賣 - 然後完全沒有經過我同意 - 也沒有告知,那我該怎麼辦? - 就直接分了吧 - 是嗎? - 他把你當身材工具耶 - 我會直接分耶 - 那他賣多少?沒講 - 沒有講耶 - 哪怕啊,一塊也不行啊 - 如果真的可以賣很好的價錢 - 如果真的可以賣很好的價錢 - 十二萬,一個原味 - 可是那是你私密的東西耶 - 如果是,譬如說我拿你的絲襪去賣 - 如果先講好,我當然覺得OK - 要分,對要分 - 對就是這個 - 不是錢的問題 - 不是錢的問題,就是一個告知型 - 要告知啊,要告知 - 而不是說,被我發現你在偷賣我的絲襪 - 因為他說他跟你要,他想要自己收藏 - 比如說,好,你另外一半一直把你的內褪拿去賣 - 穿過的內褲 - 然後內褲一直不見 - 我會說那錢呢 - 沒有了 - 啊 - 內褲一直不見不OK - 現在我問你這一點是 - 錢沒有分這件事 - 我不是錢沒有分 - 我會覺得意圖不明 - 為什麼你要賣我的絲襪 - 我會直接吵 - 他說沒有啊 - 因為我們結婚也需要用錢 - 買房子也需要用錢 - 那請問絲襪是可以賣到一兩萬是不是 - 可能可以耶 - 不可能 - 我也是有設定這種原味絲襪的市場 - 你覺得 - 因為我以前常用女裝表演 - 真的是有粉絲來給我買穿我的絲襪 - 那你賣多少 - 我沒有賣啦 - 但當時它開價是五千塊 - 一雙 - 而且是不能洗的喔 - 他們是要買那種有味道的絲襪 - 怎麼叫有味道 - 就是你穿過可能流汗 - 但那個襪子有你的汗味 - 原味 - 原味 - 對 這麼多人會買原味絲襪 - 原味內褲 - 原味任何什麼的東西 - 因為之前有很多youtuber有拍說 - 有人面膠原味的東西 - 他們嫌不夠味道還重 - 他們還要現場 - 因為你們沒看過有人賣原味襪子嗎 - 他們覺得那襪子不夠臭 - 沒有而且日本也有啊 - 有原味內褲的販賣機 - 我知道日本有販賣機 - 頭天下去就覺得那個內褲掉下來 - 對 我現在講這些 - 大家也覺得說小賴三分好扭曲喔 - Respect me - And thank for me - Thank for me - 誰在帶我告訴你 - 有這個原味的這塊市場 - 原味的英文是 - Original smell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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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哈哈哈 - Sorry sorry - Original smell - 可以 - 但是他這樣需要分手 - 因為他是說該怎麼禁止男友這個奇怪的怪物 - 我覺得可以先問他 - 先問他為什麼你要賣 - 你是不是缺錢還是怎麼樣 - 因為他的前提是男朋友愛他的絲襪味道 - 說男朋友愛我 - 可是他應該會自己收藏 - 要不然拿去罵啊 - 他是想要share給大家分享女友的味道 - 等一下那我女兒如果他這樣賣 - 他是會要附上這女生的照片嗎 - 不然網路上大家賣 - 不用嗎 - 只要說這是原味絲襪香就好 - 喔是喔 - 先問他為什麼要賣 - 先問我覺得 - 先問啊 - 但我心裡已經有個底是我一定會分手 - 為什麼 - 可是他今天會這樣 - 表示他不想分啊 - 他沒有任何理由收出來之後你是可以不用分手的 - 他說baby我們缺錢 - 為了我們頭期款做準備 - YES - 我不行欸 - 私面東西我沒辦法接受欸 - 如果原味外套就算 - 外套比較貴啊 - 超無聊的 - 不是就那種比較不商大 - 因為私外就是在妹妹那邊啊 - 因為他就是這樣才會有人買啊 - 原味外套沒有人要買 - 所以我的妹妹要被大家聞欸 - 他這個想買你五千塊那個人也是想要聞 - 我沒有賣啊 - 但他想買就是因為他想要聞啊 - 對 我的妹妹味道全世界都知道 - 妹妹全世界就是他 - 如果大熱銷怎麼辦 - 那你要明天穿 - 我不行欸 - 我不行 - 就是工廠 - 你就是工廠沒聽出來 - 我覺得 - 先問他這個 - 除非缺錢 - 就先問他為什麼啊 - 男友 - 欸貝貝為什麼你要買我的絲襪啊 - 去看他答案是什麼 - 有什麼答案是比較好的嗎 - 哪一個答案是你可以 - 任何答案我都不能接受 - 任何答案我都不能接受 - 他如果說 - 他如果說 - 欸沒有我只是覺得我聞起來很興奮 - 我想要跟大家炫耀 - 那我覺得你是個怪人 - 就是我會覺得 - 跟我的個性不搭 - 哈哈哈哈哈哈 - 我個人也是 - 就是那麼契合這樣 - 這樣 - 如果男友跟你說 - 如果男友跟你說 - 男友跟你說 - 喔因為我最近手頭有點緊 - 對這樣 - 你會原諒他 - 我不行 - 滿難的 - 因為他說他手頭有點緊 - 那就代表說 - 那就代表說你還要喘梗多尖 - 然後他 - 對阿滿難的 - 手頭 - 如果一開頭他跟我說 - 貝貝我們開始賣你的原味絲吧 - 那就OK了 - 那我這樣我就可以接受 - 因為有跟你講 - 然後我就開始出產 - 當然我是 - 他說他愛我絲襪 - 然後叫我給他 - 可是他拿去賣 - 這樣算是欺騙的一種 - 對我覺得是有點欺騙 - 但是 - 這個嚴重程度好像跟遜達 - 離很遠 - 他比較不像 - 哪一樣阿 - 不一樣阿 - 其實我是離很遠阿 - 嚴重程度離很遠 - 誰比較嚴重 - 但是遜達 - 你分不出來吧 - 你分不出來吧 - 這邊三觀真的就是滿不正的 - 這是 - 賣你的東西而已 - 遜達是跟別人的 - 沒有 - 不是阿 - 因為這個界地是在於遜達 - 我沒有任何肢體上的接觸 - 可是原味這個東西 - 是我已經touch的 - 就是你的所有物跟 - 你的魅味被人家聞到 - 但遜達他哪來聞到 - 他只看到你的意象 - 不是是他 - 沒有沒有來 - 因為遜達 - 當時那個問題者 - 是對面是他認識的人 - 但今天賣的人是陌生人 - 陌生人不是更遠嗎 - 對啊 - 問不知道誰會不會 - 蛤 - 陌生人我才覺得恐怖耶 - 真的喔 - 沒有熟悉的人至少 - 他怎麼可能走在路上一問那個 - 我昨天買你的 - 怎麼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 對啊 - 沒有什麼事情是 - You never know - 張天君 - 沒有什麼事情 - 最近是不是跟莊交往 - 你根本一直在繞著那邊 - 對啊我繞著那邊 - 不是因為發現大家很喜歡我的英文 - 你說佛頭貴夫嗎 - 不是就最近大家 - 好像我們後製團 - 愛上我的這個總版 - 所以我 - 稍微給他多一點的素材 - 空而 - 我覺得他們取得很好 - 而且最近剛好就是有一些 - 英文的補習班的一些教材 - 想要跟我合作 - 真的真的 - 真的真的 - 愛家啦 - 我忘記了 - 然後他們上一個請的是阿滴 - 我想說哇 - 怎麼會到我這邊 - 這麼懸殊耶 - 所以我想說最近應該是 - 那個practice - 我的english的pronunciation - 很懸殊耶 - 你知道我唸什麼嗎 - 文化戲劇系不是嗎 - 蛤 - 文化戲劇 - 我剛唸的英文是什麼啦 - 什麼 - pronunciation - 我pronunciation - 他剛剛飄走 - 他剛剛飄走 - pronunciation -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 你很low耶 - 我知道這個 - 很不OK耶 - 畢竟我是 - 我又不是學english - 我是fonsens - 這個字幕可能比較難上一點 - 好難喔 - 好難喔 - 好難喔 - 沒有 我覺得遜打 - 跟那個絲襪 - 對我來說 - 我覺得絲襪 - 對我來說比較嚴重 - 那就是你的私密物 - 對 我的私密物 - 好不然問嘛 - 觀眾如果今天硬要選的話 - 到底是男朋友跟學弟遜打 - 還是男朋友把你絲襪拿去賣 - 好 - 我們請本思維 - 對 - 下一題的話是新北的險嫌 - 這題是 - 他們家是單親 - 媽媽在六年前的時候過世了 - 家裡只有三個小孩跟爸爸 - 最近開始的時候 - 反正爸爸好像有點變得不太一樣 - 就是開始穿比較緊的褲子 - 或者是 - 但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 他起來就拿水的時候 - 發現 - 爸爸穿著 - 透明的絲襪 - 然後帶著媽媽的首飾 - 在廚房倒水 - 然後還有穿媽媽的內衣 - 那 - 他們三個人就有點快嚇壞了 - 那接下來他們不知道 - 要怎麼跟爸爸應對 - 才不會造成尷尬 - 或者是讓爸爸傷心 - 然後他們之前本來想說 - 這可能是一兩次的 - 結果但最近開始 - 爸爸在家會擦指甲油 - 那 - 他們有點 - 爸爸是在外語面前 - 都會是正常的樣子 - 就是普通的樣子 - 但是回到家就會變這樣 - 那 - 她怎麼樣 - 身為大姐的她 - 要怎麼樣 - 跟爸爸溝通 - 然後跟家人溝通 - 這題喔 - 其實這不用溝通 - 因為這是屬於爸爸自己的選擇 - 因為之前有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 就是在 - 我忘記是 - 是一中教書的老師嗎 - 就是他的 - 他跟 - 就是好像也是老婆過世之後 - 他開始 - 就是流暢發了 - 也是一樣的案例 - 就是他也是先結婚 - 然後 - 他就是開始 - 就是穿那個裝 - 做自己 - 然後後來是不是有去變性 - 有有有 - 還是什麼 - 我有點忘記那個 - 但確實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 但那又怎麼樣 - 又不會影響你們的 - 親子之間 - 雖然你可能乍看之下會 - 我覺得這一時之間很難接受 - 但 - 我不覺得 - 你可以跟爸爸 - 就是阻止他也不對 - 那你就要問他說 - 呃 - 但可能不是當面 - 但我覺得姊姊蠻孝順 - 因為他說他不知道的是日後 - 要怎麼應對 - 才不會造成爸爸的尷尬跟傷心 - 你就裝 - 你就裝沒事 - 要不要主動的跟他聊指甲油 - 可以 - 我覺得可以 - 但是用寫信或LINE的方式 - 就是你們三個人一起擬好 - 在你們家庭的群組裡面 - 一起擬好去問他 - 問什麼 - 就是那你一個措詞一定要很那個 - 我覺得你就先附上 - 因為金卡代山他爸也是變性 - 他爸就真的去變成一個女的 - 就是可能附上這個新聞 - 說 - 就是把你是不是 - 就是有想要走這條路嗎 - 如果有的話都可以跟我們討論 - 我們都會支持你這樣 - 因為其實有另外一個世界是 - 他其實是enjoy他女裝的時候的自己 - 但他並沒有要變性 - 因為像 - 這又是一個嶄新的 - 嶄新的宇宙耶 - raise тр tą - uras about me -以為他說 - 還要重新給她 - 還要重新給她 - 其實是ён heavy - 其實是尊重 -你剛才說尊重low - 我是尊重prechen - lined了符入..? 裡面有一個男生 然後他是 他enjoy他扮成女生的自己 然後他會去買很大的胸部 然後很長的頭髮 但他就是只有在他上班休假的時候 會做這件事情 對但他平常上班的工作是保安 然後也不會女裝 但他只是休假的時候會喜歡扮成女裝 他欣賞自己的美 但他是喜歡女生的 那我有看到這一集 對 所以我對這個人我非常的 respect 可是我覺得 Respect 對 看我們的英文會發音很錯誤 我剛剛是誇張 然後正常是 respect 對對對 對反正我覺得 這是一個欣賞自己的方式 但我不知道 那也有說他是真的想要變成女生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要跟爸爸聊聊看 我覺得你們三個可以一起 因為你們有三個人嘛 所以就 就是那封信又 再三的修飾措置 我不建議寫信 我覺得寫信應該是有點害怕 我覺得當面要談這種事情 我覺得當面很那個 我覺得爸爸做這種事情 他一定知道 兒女會來問我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假借跟你 我覺得你就假借跟你爸聊 指甲油這個事情 然後聊聊聊間接聊進去 就說爸我這顏色蠻美的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邊擦的過程當中 可能幫你爸擦下說 爸你現在這樣開心嗎 如果他回答開心那就夠了 我覺得就到此為止 就不用再多問至少爸爸 就是養了你們這麼辛苦 他做點自己開心的事情 又不是殺人放火 因為你也說到就是他 就是他在外不會這樣子 在外是一般的 對也許是跟我剛剛說的那個世界是一樣的 對他只是想要那個 moment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世界是 他做這些事情 因為有時候他都是穿媽媽的東西 也許他用這個方式去懷念媽媽 有可能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比較另類的懷念方式 也是有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身邊有朋友做心理師 他就是有個案就是會穿 親屬的遺物 對他就是表達就是他 思念他是過世了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問一下爸爸 就是用那種靠近爸爸的方式去詢問這樣 但如果爸爸不想講也無所謂 你只要問他一句他開心嗎 就不要以一個歧視的方式去問他 那如果爸爸是半夜的時候才擦指甲油呢 這種方式呢 那我覺得你不要戳破耶 如果他是自己躲起來我就覺得先 我覺得就是珍一隻眼比一隻眼 珍一隻眼比一隻眼 珍一隻眼比一隻眼你要再對我好一點 我還是就是 猜死的就是給爸爸那個新聞 然後就問爸爸說 對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看你要選的哪一種 對我個人是緊張 因為他們是一般凡人 一般凡人以後他做到我們這種細菁的程度 我覺得他們心臟沒有那麼大顆 他就已經被嚇死了 他可能當下不敢講話 他看到他就已經聽到漏尿了 要是我看我爸爸穿我媽衣服 我真的也是會漏尿啊 那是因為我們是旁途者 我們才有辦法就是這樣子去 我相信你做得到 只要你夠孝順 他應該是蠻孝順的 因為我必須說 就是你以一個體諒的心情去 詢問這件事情 就也許另外一個方式可能 因為媽媽可能思念過度和生病 那一秒在廚房相遇的時候是要怎麼樣 就說爸你起來倒水喔 那爸怎麼穿媽媽的衣服 就是以平穩的口氣 不要是那種 他好棒啊 你怎麼了 不要帶有歧視 就是一個平常的雨風 那你就先在鏡子面前練習 把他喜歡穿媽媽的衣服啊 就是 這樣不行 你的話都不對 這其實有點歧視 你喜歡穿媽媽的衣服 我還在想著我對光咒 你知道有多難嗎 你就寫信 你適合寫信 我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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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寫信 寫本書給他 那你爸這樣咧 我會裝沒看到 Forever 到死都 就一直都 就我覺得他開心就好 對啊 我會問啦 我會說爸 你穿媽的衣服喔 蠻漂亮的欸 那我自己買了啦 不可能這樣會啦 你一定要先讚美他 是蠻漂亮的 他就說 對 因為一般這樣的心態 你只要先讚美他 他就覺得 我們是同這個 你沒有敵意 對 他就說 對啊 我就是這樣蠻開心的 就是這樣你可以比較好 看到他的口風 好 你試試看 然後再寫信給我們好了 因為我覺得寫信 寫著他可以有 建立方 被心態 寫信感 爸爸可能會覺得 你們準備了很久 這件事情 看了很久 說到信 我一定覺得說 我兒子好像 好正經喔 好像很認真思考電視才寫給我 就衝擊很大 所以寫了一封信給我 有點像這樣 我覺得是 對啊 沒有傷害人的情緻之下 開心就好了 然後希望我們很好奇 就是後續會怎麼發展 對 剛寫寫一定要告訴我 你可以我們的方法都試試看 譬如A是沒有用B B用C這樣 對對對 但先問爸爸是屬於哪一個 世界的區塊的想法 這樣子 對 好 小明星期間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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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